上藤工商星期六举行的校庆运动会 除了各个班级活泼热闹的创意进场 还有精彩的国军战绩表演 校长温志雄表示 上藤工商近年来无论是在升学、成绩、技艺竞赛 或者是专业认证考照都有相当亮眼的表现 欢迎年轻学子来加入上藤的大家庭 上藤工商11月27号举办110年校庆运动会 活动首先由学校园舞社同学 以浑厚优美的歌声和精彩热闹的原住民舞蹈揭开序幕 接下来是进修部同学指导的印尼盘子舞表演 小朋友们穿着传统的印尼服饰表演盘子舞 模样相当可爱 更特别的是上藤工商还邀请到花房部正义战绩队 为大家来示范难度高超、武力之爆表的战绩表演 震撼的武术对打勤拿禁忌 每一项操演都让现场的同学金针尖叫大呼过瘾 上藤工商校长温志雄表示 这几年来上藤的同学在学科和术科方面都有杰出表现 上藤工商值得大家信赖 今天是我们的校庆运动会 非常谢谢很多的长官、贵宾、逸林现场给我们加油打气 过去这一年是我们上藤工商收获非常丰富的一年 我们有繁星全国榜首 我们有两个飞机系务科同学考上了国立、虎伟科大 另外还有李林同学高中了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 那对外的比赛方面也有很多亮眼的成绩 包括像国产株全国第一、苏石大赛全国第一 很多亮眼的成绩证明上藤工商的教学是经得起考验的 我们在感恩节过后的这一天 非常的感谢很多的长官、贵宾还有花莲的乡亲 肯定我们上藤的办学 相信在我的带领之下 上藤工商一定一天比一天更加的精进 表演节目过后就是运动员竞场 各个班级同学以板毒、板烟、板槟榔 以及交通安全和环保为主题 发挥无限创意 做造型装扮竞场表演 充分展现了青少年的青春活力 也让上藤的孝庆运动会无比热闹 介络会既然相报导